好 他的店你不见得去过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这个大街小巷都有的便利 超商倒是很多人都到里面买过东西 但是你可能很难这个想象的是 在超商里面现在有公开贩卖情色书刊 而且开价式陈列 换句话说不完你几岁 小朋友都可以轻易拿得到 在消息传出之后呢 儿少妇女团体骂翻了 认为超商做了最坏的示范 两名中年男子在书架前讨论的很奇迹 不过仔细看原来是为了这一整排 景色书刊 好夸张哦 这边不是超商吗 那我这边的问题 怎么卖这种杂志啊 这个18岁以下根本不能看到 我卖18岁的书籍 怎么会这样子 被投出的超商就位在民权东路上 可以看到平常日就非常多人 还是要设一个类似柜或者是什么 把他封起来不要让小朋友翻得到 就是不能让小朋友看到 对对对 他毕竟还是未成年啊 一些薪资都还没有成熟啊 难怪民众霸翻天 超商平常人来人往 不过限制级的杂志 居然是摆在这样 开放空间 任何人都可轻易拿取 对于小朋友而言 更是毫无管制措施 我觉得在陈列的位置 还有数量 其实应该可以自己再控管一下 依照限制级出版品管制 贩卖琴色书刊要设置专区 还要设置专柜外加封套 尽管超商都有做到 不过摆放整整三大牌 琴色杂志 数量不算少 而且一进门就可清楚看到 店员也没严格控管 法律只是最低标准 难怪还是让儿少团体 还有家长们 很忧心 这是王熊明家人台北 采访报道 我是这一小小吗 我看你最后呔活不在